今天邀请赛的直播现场 我是解说依林 我是解说龙上 我是解说大上 那刚才呢 已经是进行了今天八进四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要恭喜奶酪小分队 是率先拿下了四强的一个名额 那接下来呢 要进行的就是第二场的比赛了 也就是今天八进四的第二场比赛 其实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现在其实八强的选手 实力真的也都是非常的强 而且都非常有个人风格 那接下来看一看 这一组将要对阵的两个队伍 第一组大家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队伍了 就是冬日防卫队啊 分别是丰衡 王熙凯 宝哥哥 绍华 一峰和洛克西 对 也是冬日部防卫队了 已经是老队伍了 对 老队伍了 老战队了 是 我们就不用强的太多 那这边呢看一下 第二个队伍 他们分别是阿坤 伦敦 乌清新 奈何 彦祖和阿峰 是的 这边的话一个队伍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力的一支队伍 也是就是比较熟悉的面孔了 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那其实真的 各个选手的实力也都是非常的强的 看一下他们第一局的地图选择 夏日轮三 夏日轮三 上来就是游轮土 那如果搬选的话 看看是会搬掉什么样的角色 是罗宾汉啊 还是恶魔太妃啊 基本上现在都是这样子 而且现在由于第一把的话不会被禁搬选 那塔拉应该是被放出来的 是的 那来看一下这一局 果然啊 这个 罗宾汉是被放到了搬选席上 那恶魔太妃也是第一个锁的 是的 因为既然恶魔太妃没被放 既然放出来了 那我就锁一锁是吧 是的 二选一 你要搬恶魔太妃的话 我还能拿罗宾汉 是的 实在不行 我再拿个罗宾汉配剑飞 也有一配 是的 但是现在没罗宾汉了嘛 剑飞当然也就拿不出来了 锁了个莉莉 锁了个侦探 然后还有个小太妃 这边猫方也是不出意要选了塔拉 塔拉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 鼠方这个阵容 前期干扰的话还行 至少现在太妃 只要玩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秀的 因为自己本身 这个圆滚滚带无敌效果 然后其实还有一定的 这个移动的距离 包括自己的这个隐形感雷 真的作用是非常强的 这个是能够对猫 形成很强的干扰效果的 也能够很 很好的就拦截住猫 如果要是真的抓到 自己的队友了 其实这个 还是能够形成一个 就是在路途中的 这么一个救援效果的 干扰力比较强 就比如说你太妃的话 你塔拉一个套索 圆滚滚 就算你套中了之后 也无敌 套不中 我就套不到我 而且还给你拉开距离了 你还能有一个前摇 所以说 这个你就拉开了距离 那如果说你要套莉莉的话 这个还是可以的 碰住莉莉接拍子 或者说爪道接个道具的话 这个莉莉还是能被秒的 莉莉就是比较害怕拍子了 然后包括这个套索 如果要是套索连着这个拍子的话 这可能就是更加难受了 但是对于莉莉来说 好的一点就是一般情况下 如果要是不是普攻上去的 自己这个血条是挺满的 下来之后不太怕 下来之后可能就是比较好逃脱 那么我们来看开局的话 直接传长是双加 双加的话 还有要不要再来一个 还有他放三加 他放三加 再来一个 那看看鼠方这边 已经出来三只机器鼠 因为这个地图的话 前期要给点时间去往船顶 去拿经验蛋糕 要不然晚了的话会拿不到 这边是看到了一个护盾 对 他在传长时也是合理品护盾 那这个前期护盾都还是比较足的 是的 看他下一瓶药水什么 但是这一个鸡蛋糕天前放好了 有一些想法 有可能手打的话 就直接就加把二了 隐身 还不错 现在不急着喝了 他现在应该是以布局为先 知道这边是由隐身了 可以拿出来 对 他就想要去把护盾丢着 然后到时候隐身拿出来 不用急着喝 对 如果说这波喝的话 少了十秒一个出去时间 有可能就这十秒 就遇到老鼠了 对 现在就差不多了 这边看到了一个机械鼠 看能不能打爆 打一下这个肯定是有点 没有打爆 因为有点远 可以看一下这边钥匙 这边也是隐身 然后上去拿护盾 这波可以从出击了 但是场景就可以不用去了 对 场景的这个粒粒是跳出的 这样子的话不会踩着三个夹子 看一下这边护盾 出的还是比较紧 还是挺安全 我先过来一点 看看你要不要抢我护盾 但是这一边的话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药水是喝得非常准 这边是看到了一个侦探过来 但侦探也是一个隐身 也显形了 一级的隐身持续 其实已经擦肩而过了 有点难受 那厄蒙太妃 钉了一个火盘过来 但是这一下没有打中 就有点难受了 这边护盾还在 这边有个比利鼠 比利鼠 我觉得腿能垂到就垂到 把护盾喝上 再续屏护盾 现在隐身时间已经过半了 也就是说如果在三十秒 那时候这个比利鼠有点难受了 这个比利鼠是个小太妃 但是这边也有一个护盾 就让人猫很难受 是的 这个瓶子 破盾了 扔的准不如接的准 这边时候踩了一个鸭子 过来直接打侦探 双家持续时间还很久 这边没有叙事了 没办法 这边打了一下鸭子 但是莉莉这个时候 这个塔拉这个时候没有隐身了 也显形了 对 一个套锁 套锁 这时候还有一爪刀 来了 一刀 还很谨慎的 对 那这边也是直接命货 但是后面是有老鼠在追 这边我直接靠着 我现在铁血 我直接踩夹子 这边抓走之后 看他绑哪里 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直接绑了 但是还是去刚才的位置 那个夹子已经被清掉了 所以说要不要换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瓶 但是这个瓶子 看能不能避过 扔早了 他想甩上去 他如果现在再不甩 时间会不够 因为这边的话力要放 但是那个位置 对 再躲 又闭了一个 那就直接绑了 这波还行 砸中 这边力力又打出了被动 等队友挣扎一下 砸了一下 这个感应雷还是 没跟上 但是可以让他的距离 较远一点 这个套索没套中 再加上一个高尔夫 非常关键 如果说这不减速的话 直接能走 直接走不了了 走不了 但是现在只能再多溜一会 毕竟这位置也不好躲 这个时候还没办法 现在我感觉到就地直接绑了 对 这边的话 力力这个时候 拿了一个盖不过来 但是自己触发不了被动 但是自己血量也很低 而且里面再打一下 而且他现在是没有位的 现在不能救 过一个神秘进去 是个护盾 那这波护盾这个时间还不错 这波还有个高尔夫 这边不能强救了 是 因为他现在有夹子 你现在救下 你向他刷火箭 只能换个救 刚才也没无位 刚才也救完了 太飞拿一个冰块过来 破了个盾 这边感应雷 再加上走一步 但是现在我就不敢上去 你也不敢救 这边夹子有点多 你做三个夹子 你就过去 这边继续打猫 但是触发了被动 无位肯定没的 是的 这边直接触发感应雷 但是自己是没有位的 直接被打到虚弱状态 但是这边踩了两个夹子 还行能走 莉莉这边再来个风墙 能拦一波 但是风墙板已经放掉了 放掉的话 这边只能在等下一波风墙了 但是这边没带液体 没带猫叶 那这边还是能直接走 是转头去追太飞 看一下这个时间 来了感应雷反向 要不要走 这边直接被打了 打了的感应雷 没有跟上 这边套索命中 但是一爪刀 加个盘子 还是打出天雪 这边太飞的话 自己还能不能来波 这边钻了管道 那有可能过去回不来了 是 如果说太飞一直卡的话 猫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过来的 对的 就逼手速了 这边又自己找 能不能回得去 他们学的手速更快一点 这个管道有点难 双方逼手速 就是没液体 这边老鼠又抓了 老鼠出来了 猫的手速先过去了 但是这边有地方 已经可备好了 而且一个风墙又直接给拦住 这边又打了一个被动 再加一个分身 分身直接打墙 爪上没打出来 而且现在猫只剩下一丝血了 这个雷如果要是炸到的话 就很难了 这个时候 避开这个雷 靠索 命中漂亮 但是这个叉子 直接打到虚弱状态了 现在就看太飞能不能浮起来了 如果太飞没浮起来就没办法 有点还行 他能浮 就看他能不能浮 有点行 那边直接 就开了一个风墙 挡一下 在何丽萍隐身 这一刀没中 这个躲得有点细节 而且莉莉就一动就不动了 我就不动了 一动不动 你别过来了 我不走 哎 那这一波其实还是挺细节的 是的 但是这个有点可惜 嗯 有点小可惜 嗯 而且自己身上 还是要去追侦探 嗯 这个他所以没有命中 这边的话 莉莉直接捡了个大瓶子 哎 砸中了我们的侦探 里面侦探出发贴血 莉莉应该要过来支援一波 就看他现在绑的位置 那个时候 两个地方 那个地方太飞有 好 这边的话直接选上方 莉莉在上面 莉莉在上面 这边不出意外 应该他现在三级的被动的话 应该会动东西先砸一波 刚才被动下来了 打到了 对 所以他这边不管上去了 是打到了 对 尖气打到 所以他不管再上去了 上去的话就要被击落 但是这个时候 那边有 那边也不敢 女性感人雷 虚晃一下 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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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隐形感人雷打着射击 还行 把他绑上去了 就是现在猫有个节奏断点 两个冰桶 二飞搬过来的 两个冰桶 砸了一下 还有又砸一下 再加一个冰块 再加爪刀要出 这边可以有机会 但是又是没有液体 吃了没猫叶的飞 没有猫叶的 对 直接过去了 这边 过来的是太飞 又来了一个冰块 又补了一下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感人雷 再加个冰块 很难受 这边莉莉也是赶了过来 但就是说没猫叶 就吃了这个亏 是的 那这边拳头哥又拦了一下 是的 那第五快奶酪 应该可以直接推 漂亮 预判套索 是的 而且这个时候 加了三尼的被动 并不是太害怕 你这边直接冲发一个封枪 把第五快奶酪推进去 但是这个时候 能摸队友 三尼的封枪 持续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这边时候还是没选择 但是可以看到 这边恶魔太妃 直接抱两个果盘过来 这边直接砸墙 可以看到墙碰已经过半 已经过半 这边还是非常的快的 哇 这一刀只秒掉了我们的恶飞 是的 这边继续吧 但是上面的老鼠要被放飞掉 这边时间 又踩了一个架子 成功放飞一只老鼠 直接被放飞 是的 而且现在墙碰还能在修一波 可以看一下这边再来一波红墙 现在实际对于鼠方来说 需要谨慎了 这个时候来一个泡泡 可以看到墙碰已经破开了 直接打开 打开了 但是至少放飞了一只 我们这边也是恭喜一下 我们鼠方获得比较比较胜利 其实封横到最后 他还是想要放飞一只 因为现在局面越来越难受了 因为就是在墙刷出来的时候 有四个成员都在场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 尽量让这个小比分差别 不会特别大吧 所以这个也是紧急关头放飞了一只 而且其实最后挺难弄的 因为这个附近的这个火箭 其实对于鼠方来说 也是比较容易能够救下来的 是的 因为毕竟四个人都在嘛 就算放飞了一只也有三个 而且刚刚那一波主要是 他没带猫叶 没带猫叶的管道不砖的话 那就肯定会被老鼠卡住 这波其实没带猫叶 有点难受了 基本上大的节奏点 都是断在了管道这里 对对对 而且他那边的话 二飞已经搬了两个冰桶 在那个管道处了 所以他那个火箭必须放弃 那上面火箭的话 上去的话又被剑气打中 那个立体的剑气打中的话 那基本上也绑不了上面 那整绑中间那个地方 相当于他一直在刷火箭 一直在换 是的 所以说这一局的话 就是没有能够有效利用好 自己已经刷过的这个火箭 那首先还是要恭喜Rawkes 在第一局的上半场 是率先拿下了四小分 那这个成绩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了 是的 三跑的话 这个四分 但是给对面鼠方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你就需要四跑 对 四跑会赢 三跑的话平局 是 但是这有机会 你如果是四跑的话 那就 最好的结果就是平局 但是对于 接下来这下半场的猫来说 那就比较有这个针对性了 那就是说努力的放飞 放飞两只 是吧 放飞两只就可以 那其实就是对于他来说 还是看前期 能不能抓住 这么一个节奏点了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把 老鼠鞋打的配合性 还是非常高的 这一把基本上 一绑上火箭 队友第一时间过来救 救完后 也能及时跑掉 最主要是后面的冰桶 来的也是非常舒服 包括在管道里 就是也是手 手管道守的 也是非常的好 手速还挺快 对 主要其实可以看到 那手绑他并没有选择 在管道的位置 但是那个位置 甲板那个位置被限制住了 被限制住了 甲板二那个地方 被干扰之后 你没办法 后来之后 无畏后摇直接拉到了锅炉 那在锅炉 你手绑的话 就要吃猫叶 你带心灵手小 那你就肯定带不了猫叶 是的 这桌20点 你就差一点 所以就是也是比较难受 那自己其实想要避免这个地方 但确实这个当时的情况 还是要就近绑在这个附近的位置 是的 所以这个有事有被这个火箭给牵制住 那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因为鼠方正好就是利用了 你没带猫叶这一点 所以就比较放心大胆的去钻管道 对 以前没出猫叶这张卡 就经常被卡管道 对被卡管道 这是经常的 但是你想现在出心灵手小了 那心灵手小减这个速度 这个时间 绑火箭放加 这些都是有时间减少的 那这个时间减少了之后 你肯定没有 会有根液体 那你要不带 不带这个时候 有可能有的时候就绑不上去 对对 相撞了 对 尽可能就也不要绑到有管道 为止 毕竟他带是新手巧 而且这是游轮途 其实他管道也没有特别的多 所以其实正常情况下 如果避开的话 不带猫叶也还好 也还行 但是那个地方很尴尬 刚好就卡那了 所以这一局可能就是有一点小无奈了 确实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 那节奏点就打在这一块了 那就确实有被牵制住 是 而且最主要他后面在那个位置放三个夹子 就是为了避免再被救下来 但是很可惜 最后还是被救下来 毕竟莉里虽然没有 就是我们莉里虽然是没有无味的 但是他无味救下来后 他可以放风 而且太妃是在蛇脊 所以太妃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为什么他没救 是因为他带的是蛇脊 他在蛇脊 如果不配合员公公的话 他是不可能再脱离那个夹子的 所以必须要莉里虽 莉里虽往后再放风 风后再用地雷跟那个冰块进行守一波 这样才能救下来 连环轰炸 而且这一波是有莫胎飞在的 所以这个冰桶也是非常的多 那冰块也是非常的多 那道具真的对猫形成的这个刚好效果是比较强的 就是你那个地方要秒飞了火箭 那莫胎飞干嘛的 就是搬道具过来的 不行我就复制 运过来 而且就是如果这个塔拉 其实他也不是说 就是驱弱状态之后起来特别快的猫 所以那一波的话 真的就是利用你猫方虚弱的一个时间 把所有的夹子都破了 所以就还挺难受的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下半场 那我们鼠方这边是被搬掉了罗宾汉 阿坤昨天好像是拿汤姆 打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不知道今天会怎么选择 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一把怎么说呢 应该塔拉放出来的可能性还是大一点 因为毕竟第一把你如果不选塔拉 第二把基本上 可能就是不让选塔拉了 所以他这边还是要选塔拉 是的 这毕竟是按照我们的性价比方面的 是的 汤姆如果是第一场的话 你说第一场的话 性价比不太高 尤其邮轮这个图 这个跑得慢的话 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是的 所以第二把 如果你把塔拉班的 那汤姆选塔拉还有可能性 第一把基本上是选塔拉 而且我们看对面之龙 其实他选的也是差不多的 二飞进了利利 侦探太飞 再加个国王 加了国王 所以其实救援能力是比较强的 是的 但舍弃了侦探杰瑞 他们这个这种里面 舍弃侦探杰瑞 推的可能没有说那么的快 就是用侦探杰瑞跟太飞 一个牵制位 一个推的快的位置 换掉了一个保守的侦探太飞 跟我们的一个国王进行救援 就是双救援的话 有利利有国王 这个队伍可能生存能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他们目的是要四跑 所以不能让自己的队友被放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要把自己的救援能力 加强一点的 如果要是放一个救援位的话 那猫方前期很容易 就针对这个救援位就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有做具体的考虑的 我们这边看阿坤又放了三个夹子 最常的话就好多夹子 对 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 封衡那边是在船长师放了三个夹子 这一把的阿坤是在我们的 两瓶隐身 两瓶隐身 他这边必须先喝掉一瓶 现在又浪费了一瓶 这瓶隐身是没有用的 因为在机械手持器的话 隐身这边50秒钟 喝下去的话一定用了没有 这个步顿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他这边喝掉隐身的话 如果船长师或者是他要去的电影院 现在有一瓶隐身那这把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局 看看电影院是什么药水 对 嗯 还没看到 现在我们我们毕竟不是 现在还不是上帝视角吧 我们这是猫的视角 互盾 互盾 那也不错 那这边他用互盾 进行跟隐身互换了一下 就是说他他舍弃了一瓶互盾 反正选了保留隐身 是 那就表示说他这边大概率觉得电影院也是互盾 但电影院这边应该是一个 神秘 神秘 他就留着了 对 可以留着 可以留个神秘 毕竟到时候守火箭出兴奋啊 还是出变大都不错 这边带弹还要清理一下 他这边肯定会站中间 还是选择清道具 拿了一个拍子 是的 可以看见这个奶酪分布的话 也对于手上来说也不算是太难 来 等就等的 就等个出场上室 就等个场上室跳出 有没有 这个也是一波赌的心态 出来的话就 就没有 还有一个没有出场 对 这边是一波心理博弈 等不等呢 没有 不等了 很没想稳 这一波可以说非常稳 很稳 如果你出船是B秒 B秒节奏就来了 互相不异了 在这边的话自己 看到了侦探太飞 但侦探太飞现在走一波 是 真心已经走 对 找不到了 真心走掉了 这边大瓶子 这两个罐子赶紧破掉 但是刚才下意识的话 是直接看到猫的脚步了 还是有个大概的位置 是 这边两只老鼠直接跳到上边 哎 光下来了 看一下望眼镜 直到猫位置 赶紧开盾就走 赶紧走 对 这个时候 但是他们又来了 哎 我又走回去 这个时候打了一下 自己隐身没掉了 这个时候 擦肩而过 但这个隐身时间 有点太短了 没有前摇是好的 但是这个时间 可能是会受到限制 现在是真身 所以现在他已经看出 这是真身的 是的 所以直接抓住了 抓住肯定帮狗哥这里了 因为帮狗这里 他有盾 只要把狗哥狗狗都刷出来 这是一个加速时间 而且这个地方很好守 这边的话 直接再放一个夹子 如果来得晚的话 这个火箭 火箭要秒的呀 对 这个速度飞得很快的 直接把小狗放出来 对 这个时候 再来一个夹子都可以 还可以再来 这边立体直接出发 被动 但是这个时候挺紧 但是还行 成功救了下来 那接下来这个 对 不好跑 对 不好跑 看到有没有队友 光赶了过来 这边砸中一下 但是这边无尾后摇 来了一拍 直接命中 直接命中 小狗哥还在不在 这个时候 小狗哥还在 但是这部还能在加速 这边一个大瓶子 速度其实已经很快了 再如果再被抓的话 就直接是个秒飞 是的 哎 这边一个套索 我开了个护盾的 再砸了一下 砸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不好走呀 对 但是王这边已经残血 还是不好走 哎 躲一下还可以 可以 但这波再摇个无敌 这个套索没有命中 还好摇了无敌 预判摇了个无敌 但是这加了一下 就很难受了 这边躲开玻璃的碎片 如果刚才被扎的话 那肯定是要被抗飞了 一个冰块 冰块补上来 那现在猫方的血量 也是比较危险的 哎 这个时候 那个牛奶补一下 不着急了 因为甲板杖火箭 基本上是要飞的了 只要不往上甩 就可以 那这边也是选择 继续先清道具 顺便看一下 上面这个奶酪的情况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 恶魔太飞在 哎 这个 恶魔太飞的话 还能给队友 一直持续着瓶子 你不往上甩 还能再来过救援的 哎 这边打了一下 上来了有点危险 这边还好一个大瓶子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但是这波的 如果再晚一点就被拍了 对啊 被拍了 就是看两波的 双方的手速 看谁快 对 看谁快点 但是现在肯定是要逼到餐厅了 因为现在老鼠的话 基本上 又看到了国王 国王这个时候要出去了 我不跟你在里边了 反正我有后盾 反正我有盾 所以你拿我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办法 但是你看里面追你 其实现在你就追的话 就国王现在就会限制他一波 再来一下 还有里边还有冰块 你再过来 你再过来就 哎 又没逃中 那这边的话就绣了一波 是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敢绣 如果你抓过去的时候 那个肯定是有队友在守 那块奶酪了 是的 守那个火箭了 是的 国王其实现在也不太好推 再等 再躲一刀 非常漂亮 还行 这一波还是比较秀的 但是有点危险了现在 是的 毕竟是国王小端 手里什么都没有 而且现在队也没打开 但是还行 再秀 再秀的话 那个奶酪就会推掉了 再秀的话 那边奶酪就推掉了 这一波国王这个牵制力 是打出来了 在没有自己无敌一和盾的情况下 诶 这边高尔夫就谈了一下 这个减速真的很爱人 诶 套索冰中了 但是赶紧 先把冰块先清掉 是的 而且他先不管拉上去 他拉上去 担心有投注 再飞上去直接给他拦下来 是的 因为毕竟一级的这个套索的话 还是没有眩晕的 没有眩晕效果 是的 诶 这边直接一下破盾 破了个盾 但是对方手里有冰块 所以也不太敢贸然出击 这边还是需要点等级的 嗯 现在就是两边看谁先忍不住了 对 你看这边 又是国王 又开盾躲了一下 非常稳 开盾了稳 国王一直没有走啊 是 因为他这边就是在这个位置 勾引他过来 这边也是直接把这块第三块奶酪给推进去了 诶 这个冰块命中了 诶 这个冰块可以 可以 有机会 一爪刀再接一个盘子 那现在必须往上拉扯了 但是 现在太飞这边有那个道具 直接一个套索套上来 诶 再放一手夹子 有可能先绑 因为那个位置有可能很危险 是的 那这一波的话就要等巫尾后摇了 现在就是看国王这波救援了 诶 这边国王还是继续求稳 非常小心 上来 对 所以说打得非常小心 这边国王的话 救援也是很谨慎 对 那边三二手无敌 那边打掉了后盾 可以直接救 但是这边只能往右边走 对 往右边走 看他们这一波有没有人拦了 没有人拦这一波走不掉 很难走掉 高空还行 五位后摇来了 下去 还能走 但是套到了力 是的 还是套到了力 但是他要处理掉国王 要不然不好上去 是 这边的时候四块奶酪已经推进去了 他现在不安往左边 诶 但是瓶子扔掉的时候有机会 有机会上 而且恶魔太飞是采加在这边只有一个冰块 这个冰块就非常关键了 但是套左的话甩上去了 那这一波还是被救了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这波就有点难受 又套到了 又套到了 直接命中 这波要不要选择换 还是没着急 还是没急 那这边的话 国王现在没有五位了 所以说不能太着急 那恶魔太飞 其实这个火箭秒数也不是特别的多了 可以整加一下 哇 直接命中了狗王 这波可以 如果说好的话 两个都是秒飞火箭 那这把基本上就难走 再套一架 这边莉莉来了 一个冰块 哪一边跨过来 不急 这个冰块不能随便乱扔 这个乱扔的话 到时候就要秒空一架 可以套了一下 还有个冰块 但是这波直接抓了一下 可以直接绑上去 应该是一个秒飞火箭了 而且这波 直接把国王秒飞掉 还行 这边又有一个可以秒飞 这个是一个侦探太飞 所以说再来一波套索 再套了一个恶魔太飞 是的 这个手 如果现在绑上去 下面应该也是一个秒飞火箭了 直接又飞掉了一只 而且还有一只 这边有机会的话 还能再抓一下 是的 这边反向一下 墙凤已经出现了 这边来一个封墙 挡了一下 这边套索又套中了 但是还好 恶魔太飞这个回血能力 还是比较强 这回血还是比较快的 这个时候 他再回去再抓恶飞 已经来不及了 是的 现在鼠方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看看这个墙 能不能破掉 能不能逃脱 是的 现在血条不是特别稳 现在血条不是太满 这个时候危险 还有一个封墙 挡了一下 但是这个套索 这个距离还是非常的远的 是的 就算你把我困住我 还是可以套 这边的话 放个夹子的话 时间来不及 时间来不及 来不及 这边因为这个地方肯定要被拦截 拦截的话 这边不像正常 但是这个时候有炸弹 能炸一下子 没有 但是这一个套索还是命中了 这边出发铁血炸弹 没有挣出去 这个 果弹是有点可惜了 是的 那这个时候还是 恭喜猫方 获得了本轮的胜利 是的 还是要恭喜猫方 打得非常精彩 猫方这一局发挥的 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就是到后面的话 那个 鼠方有一个断点 就是 国王那波被套中之后 就开始难了 对 对对 因为那一波国王被套中完后 那一波救援的话 也救援不了 那现在那一波冰块也耗掉了 基本上那个就被秒飞掉了 是的 因为主要是前期 这个火箭是真的太关键了 其实前期这个最开始 就有一个接近于秒飞的火箭了 那个时候 鼠方的推脑进程 还没有那么的快 所以其实对于猫方来说 其实前后期 中后期这个心理压力 也不是特别的大了 因为始终有这个秒飞的火箭在 包括其实后来 其实他也没有说 被那个秒飞火箭给限制住 他其实也还是说 按照具体的形式来进行绑 绑火箭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这个两个秒飞火箭 都利用到了 其实也是非常的不错了 其实主要是 刚刚那个主要是 甲板那个奶酪被推掉了 然后我们电影院 那块奶酪还没被推 那块奶酪被推 对 先绑那里可以守一块奶酪 又能守一个火箭 这样更转一点 对 所以也没着急着去 是奔着那个秒飞火箭去 就挺稳的 对 所以也是要 恭喜Rawkes这一边 在第一局是率先拿下了六小分 是直接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大比分 这个还是蛮高的 蛮高的 六分就是一个满分的成绩 是的 一个满分的成绩 那接下来就是第二局 就是比较关键了 看一下第二局 双方会进行什么样的选择 因为第二局的话 首先塔拉 能让你用的概率不是特别的大 那其实这样的话 这个变数就比较大了 觉得他们会在地图上有些更改吧 如果说冬日部这边 再不更改的话 再看这种方式就有点难了 雪叶古堡 雪叶古堡一 雪叶古堡一这张图的话 作为基础图的话 基本上这张图的变数 会少一点点 毕竟它没有像什么 经典之家杂货间 没有变量 对 基本上变量会少 因为这张图的话 古堡一里面是没有彩蛋屋的 而轮传图的话 有彩蛋屋 经典之家还有杂货间 其他图的话就不用说 太空图还是森林木 其实都是有彩蛋屋的 没有选一个带彩蛋屋的 这么一个地图 所以我的意思是 这张古堡一是张基础图 而且又没有什么变量 也就是说这张图 基本上可吃一下技术方面的 而运气方面的话 就是它的药水跟奶酪分布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不齐的话 那现在考虑 就他们现在这张图的话 谁的话就是更稳一点会更好 而且上半场真的就很关键了 因为下半场的所有打法 都是根据上半场的分数来决定的 就包括这个角色的选择 包括昨天阿坤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个汤姆 其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就是也是因为看到上半场的 那个比分 然后下半场拿出来的 这个角色 当然昨天那个汤姆 印象比较深刻吧 应该是应该是他拿出来的 这个四奶酪 然后就直接全部放飞的 这么一个成绩 所以这个对于汤姆来说 其实挺难打前期的 但是前期能有这么一个 这个成绩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但主要还是看上半场 而且上次你说那个汤姆 阿坤拿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半场的猫也是拿汤姆 对 两个汤姆 对 但是很可惜的时候 没办法 因为上一把的话 他的汤姆被打得就是比较难受 是 然后鼠方又一个大优势 导致后面阿坤拿出汤姆的时候 鼠方这边必须要一直在推奶 然后就导致场面 被阿坤直接打破 对 因为他比较有目的性嘛 所以这个接下来第二局 尤其是在刚才那一局 小比分有差别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 第二局这个上半场 真的就是非常关键 对 非常关键 而且你如果再让Rocus拿了一个六分的话 那这一把就真的太难了 对 所以说这一局真的想考虑一下 具体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应对 包括角色的选择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 而且这是第二局了 颁选席位也有增加 所以颁掉哪个角色也好 对于猫来说 可以不让猫拿塔拉了 对 没有塔拉了 鼠的话 多一个应该就是俄飞吧 罗宾和俄飞 因为上一局的话 这个俄飞功能性还是很强的 是 挺烦人 对 这个各种冰桶 这个各种道具 就确实还是对猫 会形成很强的干扰效果 对 尤其是如果要是真的 你说上半场也不能拿汤姆的话 这个道具 其实还是猫比较怕的 看到摩摩太妃后面背着两个冰桶 然后强后一来就背两个果盘 对 这个就让人很难了 甚至它可以先背一个果盘 一个冰桶再加一个炸弹 背在屁股后边 你想想都有 害怕 对 色色发抖 那确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是拿现在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侍卫 莱特宁这样的猫的话 如果身上没有盾 那其实都很害怕我们太妃 对 而且基本上跟我们想的一样 因为一般都是罗宾跟俄飞了 对 这就是我们想的 所以其实实际上现在的话 塔拉跟俄飞跟罗宾被禁 其实已经是我们 第二场 常规的一个提法了 那看一下鼠方这个阵容选择 是剑飞 魔术师 莉莉和侦探 还是放了双救援 双救援是挺稳的 双救援真的挺稳的 但是稳归稳 但是你的整体来说 你推的速度会有一些干扰 如果你要总想着救援 那你就少了两个位子 会被限制住 对 毕竟少了两个位子 对 而且的话 猫是拿了一个侍卫 而且你就想 你要没有救援 你推的肯定是快 对 但是你有救援稳是稳 但是你推的没有那么快了 推的就没有那么快了 所以像上一局的话 就会有乱的一个点 对 所以上一局 其实就是整体推拿到的速度 没有特别的快 对对对对 把压力全给到国王了 是的 然后国王这边出现了一些 被针对的一个情况 就得秀又得救 对 所以就是可能 对于这个救援位压力就很大了 对 这就是优缺点 双救援位跟单救援位的优缺点 就在这里 单救援位一般都是 就管救援就行了 对对对 就管救援了 其他人就推奶酪嘛 别的事你也不用管我 班都不用 班都不用班 因为这边有魔术师在 其实这个阵容 倒也不用太考虑班了 是的 这个有侦探有魔术师 就双救援 然后另外两个去负责奶酪 是的 但可能就是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 对所以他选择侦探劫 也没有选择侦探太匪 毕竟侦探劫单推的话 速度才能刚刚好赶上 他们的那个救援的时间速度 嗯 对 而且这一套阵容 这一次没拿国王出来 然后这边是侍卫 那个侍卫对剑飞的话 嗯 影响不太大 应该是他们上一把 跟那个有关系 因为国王就他会有失误 如果说没救好的话 就有可能交在那儿 但如果剑飞的话就会好一点 好一点 头盔还能相对来说保险一点 古堡高的话 下面肯定是高空开头盔的 开头盔的 而且古堡通用剑飞的匹配率 还是蛮高的 毕竟他高空跑不了 是的 那看看这个钟楼是不是有个弹簧 如果说弹簧来说 对剑飞会有一些困扰 是的 是 那这边先看到了一个原室 然后清道具 那现在药水已经出来了 基本上庭院的话 试卫房这边没有的话 其他药水就是在卧室餐厅跟盔甲房 还有上面的两位置了 因为试卫房是没药水的 便有个神秘 看一下这面 这两块奶酪对猫来说 还是发的比较不错 还是比较不错的 最主要两个金银蛋糕也刷在这里 离的还挺近 对我就可以 手一个金银蛋糕 两块奶酪 又 压哥给了一个 压平 压平的还行 这个夹子有点 夹子有点 他应该想放上面的 这个夹子其实没起到作用 对 就是一般老鼠是不会采的 但是有可能 还真因为这个家子会起到 说不准 说不准 对 那可以看一下这个面 可以看一下鼠方 这个 对于建飞来说 还是能上来救的 开局没有隐身 都是隐身 没有隐身 他喝了四瓶隐身 蝶的神秘也是隐身 对 这边的话还好 卧室还是有机会的 卧室的话看一下 然后餐厅也不知道 毕竟他现在还有两瓶药水 但是卧室药水是没有拿 那其实现在 他不想拿卧室 这边拿了 直接发现剑飞 这边没有等级 警戒不了 这边还要再等一爪刀 再来 这个时候 现在剑飞跟 剑飞还是很秀的 剑飞是有个护佑的 这边护佑打掉 准备拍 这边来了 直接拍中 还能再接一拍 那这一波的话 其实 可以直接进点吧 还不错啊 挺着这个位置 上边说抓的是剑飞 是最舒服的 而且自己没有隐身的状态 刚一上来 来了 喝嘴说完 说完后第一次 今天不说话 今天还是不要说话 毕竟现在是一个 但是这个时候 莉莉也踩了夹子 哇 这一波 这一波如果双救了 会都倒的话 那边带来大炮 又来一下 救护了一下 再来一下 还一来 这边警戒 直接警戒掉 但是这波直接见飞 现在有能量 直接看起来头盔 但是这个蓝牌很重要 这秒数已经非常不健康了 这个时候还是 魔术师救了一波 但是这边蓝牌往上 蓝牌上去 他可以也 他这边会抓 落个溪 因为他现在目前的话 如果再抓莉莉的话 那边莉莉是走了掉的 对 那个五位后遥还没结束 对 这波魔术师不好走了 对 那这波能走完道 继续打出一些牵制 这边也没在夜市 但是老鼠没地方躺 对 还是能抓住 看看往哪儿绑 这波也能回绑 回去的话其实是一个 就有点 有点危险 有点风险 因为他回去的话 见飞在 对 见飞在 但是我们这上帝只要 他回去可能会被蓝鼠蓝 在他想法里 但是上来的波 就肯定是准备在换了 对 那要么就是莉莉怪救 要么就是剑飞上来 但剑飞在这位置不好救 所以不出意外 应该是莉莉怪救 莉莉过来 莉莉警戒 没看见剑飞差一点 这个时候有夹子的话 莉莉其实也不好救 因为大炮 来 要躲大炮的 大炮一下 这个时候莉莉 就必须得靠着二级杯洞 才能打 所以说这个夹子只要放完之后 这就很困难了 诶 这边有个小飞 还行 打出来了 还好 而且现在还不 那个魔术师 还不能往左边落下去 左边还太危险 对 太危险 一落下去 罗宝体院 刚好这个反向要想的话 给自己一个 拦了一下 是的 这个还是挺干扰的 而且走的也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这把就算是单侦探 推的也是蛮快的 三分钟你推三颗奶酪了 是的 没管到侦探 侦探其实推奶酪的这个进程 还是很大 但是侦探是一个大仗 旁边就是一个秒飞火箭 对对对 而且这一波的话 现在他们除非剑飞 打得非常好 再加上侦探喷银 把那块老老素推掉 不然的话这一波要倒一个 就至少猫都要飞一个 倒了之后就要放贼了 对 这边的话看一下 机器手还是比较多的 莉莉一直在弄 这个时候打了 但是没打中 没打中 下面是踩了夹子 就一会儿倒 你要不要钻挡刀过来打我 但我个人觉得 这边肯定会钻过一波 因为钻过去的时候 有机会 这边来了 有个叉子 一爪刀直接命中侦探 这边时候开始拔叉子 要不过不去 但这个时候直接 把门关上 门关上 门关上但下不去 这个时候可以开开了 开开的话有点不好找侦探 侦探时间要起来 这边喝了一个东西 但没来得及 还一点点 这边钻了管道 是可以去庭院的 可以直接放飞的 但是这边那个时候 应该是有道具 看一下在不在 这边靠着自己的警戒效果 对他这边应该是要去上面吧 谨慎起见 还是不下去了 没办法 那个时候 这波 这一个其实秒数也很少了 这边 这边开起来头盔 非常稳 但是头盔开的时间 哇 还好这边有先女棒 这边摇一手 那直接一个硬直 难受啊 直接秒飞了 是的 这一把 我应该想说 剑飘戴头盔 瞬间 应该是那边告诉他了 我有先女棒 然后直接转头下去了 那这波的话 没有侦探之后 庭院这个确实不好推了 警戒之后 减少推50的一个点 而且这边也是把第四块推进去了 放了一个兔子在这里 是而且最主要是这边也有一个秒飞火箭 基本上是 加了一个兔子 不想让你打兔子了 这边被雪球滚了一下 魔术师这边还是被拍子直接 而且这个火箭也拍中 时间不多了 还好有个莉莉 看看莉莉这个能不能拦截住 凤枪先打一下 凤枪直接挡一下 这个瓶子不好直接脱手啊 但是换绑 换绑 这个时候莉莉要过来 你要扔的话就有点难受了 这边直接砸手 被动拿手手枪 砸一下 砸了一下 直接就下来 但是这边剑肥开头盔 开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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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过来跟他一起推 兔子的话也没在 但是还有奶酪其实不多了 你看看自己能不能磨进去吧 是的 这边和牛仔补个状态 那可以看一下 又开了一个警戒 现在不急了 剑肥赶紧走 其实现在只剩下一点 所以说等着魔术师的兔子 魔术师现在在补 也等一下剑肥的头盔再开起来 所以说现在就得稳住了 现在最稳的话 就是剑肥在卧室 那个左上角开个头盔 是的 然后再过来 这样的话呀 对于示威来说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叉子的话会有一些干扰的 但是对魔术师的 魔术家本身那张兔子 其实也没啥干扰性 哦 剑肥 但是那个瓶子躲了一下 对 很危险啊 这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 是要选择凯国王 但是光被踩过了 这边说自己 现在也挺危险 很危险 一刀 还有牌子 最重要是这个牌子能不能躲掉 再来一点刀 再来一下 把第五块拿了 也是退出去了 但是直接抓住了剑肥 而且卧室是直接刷到枪肤 这个很难了 要绑下去吗 不绑了 不绑了 这波放了夹子之后 就有点困难了 这边是先踩国王 但是国王还没醒 这边踩醒了 但是这个面对这个 真晕的话 立体是没办法的 但是这个 呃 旧完的话是没有无畏 是的 又抓住了剑肥的话 可以再重新绑上去 这个火箭 但是那个位置是直接换了一下 屏子已经避开了 这边封墙 再加上打一下 触发被动 再来救下 非常稳 而且像魔术师的话 在盔甲房 但是这边直接开始 但是无畏后瑶又下不去 这边挺危险 来了 这边手枪也被拦截 这边再来一拍 警戒 嗯 哇这波的话手枪还是被拦截到 还可以换回去 这波的话有个冰块 没命中有点可惜 但是绑上去的话 这个火箭也马上就要飞了 是的 这边再砸了一下 直接秒飞 但是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剑肥手上是手枪 破墙速度还是有一点 这边手枪能打几下 但是自己也挺危险 是的 这个时候赶紧走 魔术师很危险 猫是有个锤子的 这边的话 这边都吵醒了 自己魔术师靠着这个高空的话 直接下去了 下去了 火牌要清一下 然后等剑飞 这边冰块也清掉 剑飞现在身上是有个高速 这边还可以来不离 其实可以破一个墙的 这边墙是能要打开 自己也直接打开墙 但是魔术师 现在你要不要走 对 魔术师过来 走了 那魔术师 那这一波就是有一点惊险了 放个夹子什么的 这边隐身可以 但是可以看到魔术师 直接进都不给机会 直接进都不给机会 是的 那么我们恭喜鼠方 获得了本轮的胜利 是的 恭喜鼠方 这个高空纵月 跳的还是非常的准的 是 信仰之月 跳的还是上 信仰之月 差一点点这个就跳不进去了 因为他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猫方肯定要守那位置 那唯一能守住的话 就用拍子就抓起 要么就在那边都放夹子 那不管是放夹子 拿拍子的话 这两种都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他夹子要先布置 需要时间 魔术师如果越拖越久的话 除非最保险就是去下方餐厅那边 拿一瓶神秘 喝出变大是最稳的 但是这时候 耗费太多时间到时候的话 猫方去餐厅 那就没办法了 是的 而且就算他喝出一个变大的话 如果猫的这个警戒时间卡好了 那其实也还是很危险 是的 因为毕竟是侍卫嘛 是 所以哇 这一波还是很 赢得很艰难的 对对对 那这一波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至少赢了 至少这一局是保住了 所以这边是要恭喜鼠方 是获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但是压力还是很大 鼠方的话获得了两分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就是对下半场的影响 可能说不会特别的大 毕竟下半场的我们的猫 实际上只要放飞 放飞两只 压力其实也不小 也不小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 正常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包括他们的具体的战术打法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但是不会太受到上半场的 这个比分的影响 赛局的鼠方的话压力不是很大 因为第一局的话 他们还是三存活的 所以说他这个有一个压力的话 不是太多 还行 就是我觉得可以按照自己 惯常的一个打法来进行了 就是正常 其实自己比较擅长什么 包括根据班选 然后来做自己的阵容的选择 就不会太受到这个比分上面的限制了 因为现在也是要恭喜 冬日防卫队 是在第二局的上半场 率先拿下了两小分 那接下来下半场就尤为关键了 是的 如果猫方的话放飞两个就是平局 只放飞一个就是输 如果是想要赢的话呢 就直接就是获得胜利 是的 猫方的话 但是还有一个替补没上 也是有机会 有机会的 毕竟一直还藏了一只猫 是 对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两个猫方的选手 所以是不知道 会不会在最后关头拿一个杀手锏出来 这个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包括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新的猫 那它的在这个比赛里的这个打法还没有透露过 就还没有出场过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容易摸不准 也是一种方案 期待一下吧 只能说期待一下 毕竟我们这边也并不是他们的小孩 如果猫上场的话 那赢了就比分至少一比一平了 对大比分咱不说但是小比分不说大比分一比一平了 就看这个猫怎么发挥了 所以其实所有的压力也是给到了这个 猫方 冬日防卫队的这个猫方身上 那其实对于这个鼠方来说 其实这一局的话目的还比较明确的 就是我要走 所以感觉看会不会选一些 就是比如说救援能力比较强的这些角色吧 如果要是被放飞的话 因为这一局还是很难赢的 但只要保证三逃脱就可以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选择卖队友强推类型的 然后强风战打破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会选择卖队友了 对所以是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保队友类型的 要保队友的 双救人位 就是双救人位进行一波防守 防守到强风战尽可能保证自己的存活率 是的四跑最好 就是四跑达成不了 我怎么怎么着也得有三逃脱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队友肯定不能慢 那这边就可能 要不要加一些救援能力强的角色 就看鼠方是怎么选择了 现在鼠方这边的话是这样想的 其实猫方也是这样想的 猫方是知道你肯定是要 至少都是要 就是要存活 存活 存活两个嘛 至少都要存活两个 那我就是尽可能把里面多放飞 那他选的肯定都是前期角色 而不是选的后期角色了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这边搬选 其实搬选是一样的 还是卢宾汉和欧摩太妃 猫这边也还是塔拉 所以这个变化 但是这边鼠方已经锁了一个海盗 也锁了一个侦探太妃 侦探太妃 地理和杰瑞 这还真跟想的不一样 他们这边是针对侍卫的 这边纯针对侍卫了 想要打干扰 就看风衡是不是选的侍卫了 毕竟他们这个阵龙 已经算是针对侍卫了 挺针对了 所以再思考了 那还是锁了侍卫 因为他的最开始 风衡其实本身他的想法就是用侍卫 而没有想法用橘猫 那他这边自己思考用侍卫 然后发现对面阵龙 其实有点小沉的 毕竟海盗再加上杰瑞鸟哨 再加上侦探太妃的话 就唯一一个侦探太妃的 是可以用警戒破掉的 剩下的这个毅力 不是他害怕 对不是他害怕 对就是海盗这个金币 他带有的是火药桶 还是我们火炮 并不清楚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现在侦卫比较担心的一点 然后还有个就是杰瑞的鸟哨 但是因为鸟哨 在高级一点 所以他能会密集 所以这个阵容的话 这个对于世卫的干扰能力 还是非常的强的 还是以守火箭为主 冲犯这个阵容 是的 然后守火箭的话 我感觉可能带火箭筒的概率 会大一点 但是火炮跟那个炸药桶都行 也还行 都可以 这算你有硬币 海盗主要还是靠硬币 硬币 其实主要还是那两个金币 而且火炮是团战更有用一点 火药桶只是单人 火药桶其实会比较 会比较针对塔拉一点 所以士卫的话 士卫也能针对塔拉 也还行 如果说士卫开出了他的一个大炮的话 打一下他的护盾 只能修一个火箭 但不能说绑上去 所以会有个干扰 还是会耽误一定的时间的 火炮主要是让队友用的话 队友的话能逃脱 而且队友的话那边使用率会高一点 是这样子 看他怎么选择吧 看他怎么选择吧 但是其实武器还是说 海盗还是最主要的是那两个金币 然后这个确实会对士卫 形成很强的一个干扰作用的 对 我就在那块 然后我扔出去之后 我再抬一个硬币 看你怕不怕 对 但是这一个还是要看一下 到底是抓到 是抓到我们的地理 还是抓到我们的海盗 毕竟这把很关键点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招 那前期也是还是先选择布局 庭院出庭院出的话 看到了一个护盾 这边庭院出的话 把庭院药水拿换 不出意外的话 就两种罗一种 是直接去卧室 一种是钻管道 他选择 先把护盾给搁进去 但是这个火箭相对来说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这位置的火箭不好 手庭院奶酪的话 这个位置你想往上绑 根本就太难了 这个阵容 是的 那这边也是看到了一个袁氏 这个时候 鸭子再给个个拍子 比较不错 这倒不是瓶子 这倒不是瓶子 看下这鼠方这边 三块煎蛋糕拿的很快 这一局其实夹子也还是比较多 对 我们这边把袁氏喝掉 然后拿平神秘 那肯定还要再上去 按他这个打法的话 肯定还要再上去 看下鼠方这边是直接稳 前期是不给猫一点机会打机器手 是的 但是其实这个奶酪刷新的位置 对猫还是挺有利的 和上把差不多 但是并没有隐身 开局可能不太好 神秘可能的话 就看起来说要喝隐身 但是他这边还是喝出了 不顿 应该是叠了一个不顿 对 这边可以拉手铃铛 来个加速 这个中的话 这个谁拉谁加速 还是比较不错的 上一把其实对于鼠方来说 侦探如果不是被中干扰的话 这样的速度还不够 我还要再喝个牛奶继续加速 对 这一波还是不错的 那这一波是个分身 分身 但是还能把猫给的后盾给破了一层 有可能也是自己踩 大家分身能出去的话 对 有可能是分身直接踩的 有可能是他自己踩完后 再放分身出去的 对 但是上面的话 两个鼠方刚好岔开了一个位置 这边肯定上 看着这边他肯定上去 因为猫没隐身 这边直接暴露出位置了 那这边就要上去了 牛奶的加速是不够的 对 只能看警戒 看警戒有没有 警戒没警戒到 所以说这个也没加跳跃 直接搬下去了 直接下来了 直接下去了 杰瑞是想直接放到餐厅 但这边的话 一个狗骨头再来 拦接了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 狗骨头没拿 这边有个块 这边直接滑出来了 狗骨头还能再扔 再来一下 这波就被砸了 如果这波被砸中的话 这波是个大崩局势 是的 因为自己的护盾 这边跳起来 来一枪 还能再来 再来一枪 海盗过来了 这个硬币 躲 再来一个硬币 这个时候 有点难受 手里有手枪啊 不敢过去啊 猫这边有点难受 但是还是被打到 这个丝鞋状态了 这个丝鞋状态太难受了 这个时候 海盗有金币 然后这边有手枪 再来风墙打你 还是在CD 风墙 对 风墙在CD 风墙还没好 补了一个小碗 但是猫不敢过去了 那这一波干扰 打得是非常漂亮的 直接把猫给先制住了 你赶紧跑 你别过来 你要出手 更不怕你了 就算你打一下 接着就实在不行 什么都有 心臂也有 各种干扰道具都有 现在目前最难受的点就是 哇 这边一进门 直接一开门 一个香水瓶直接砸拐 那可以看一下 鼠方这边 已经推出一块暖了 第二块暖了也在动 现在有点困难啊 没隐身之后打不开局势 现在可以想绑的 这边直接吹了个鸟哨 这个瓶子有什么大用 又来 这波有点被陷阱 但是还好 没有老鼠在推奶酪 这波还行 那这个奶酪其实有点压底了 压差不多 上面直接清掉你的夹子 又喝了一个牛奶 但这个牛奶的话 加速现在只能退而求几次了 因为毕竟没有隐身嘛 只能尽快的想办法 提到自己的速度了 还行 但是一个大瓶子直接命中 又来 还有一波控制 这边第二波倒 这个控制又接上了 然后每次有一波倒地 一颗奶酪就被进去了 是的 第二波奶酪也推进去了 这边直接踩掉你的夹子 这个时候完全就靠夹子上等级了 一点打不着老鼠 这边再来个凤翔 凤翔给挡住 而且直接钻管道 海盗手里有金币 直接打一下 再补了一个罐子 再来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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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火炮 直接控到死 但是现在很危险 猫也还是不敢贸然出击 这边打得很稳 很稳 真的很稳 但是鼠方这边打得很刚 猫的话想找出局 是找不出来了 猫很难受 主要是在自己这个残血状态之下 不敢出手 是 所以鼠方一见面就一堆大瓶子 对 鼠方这边就是干扰道具 包括海盗手里的这个技能 一直握得还是太稳了 是的 而且那个是五线传送带 就一直有大瓶子在传送 对 这个时候有猫的位置了 所以说就是猫现在你别露面 一露面就挨到 现在就很难打了 只能全土找牛奶喝 真的很难受 只能是想办法去夹自己的一等速度 正常都是 这边警戒狗哥 狗哥还要等他一下 这边来了 有机会一拍 但是还是没打撞 又来了 再加一个硬片 再来一个冰块 直接打到了 但是莉莉又拿一个大瓶子走掉 是的 这个时候封墙要来了 封墙来完后 这边直接又再推进去了 又开了一个封墙 直接给拦住 再加一个瓶子 还到这边又来了一个瓶子 很难受 这边又有一个冰块 赶紧走 赶紧跑 很难受的一点是 现在猫是没办法出击只能跑 对 但是你只能跑你就没法打了 是的 所以说要找开一个点 这边有机会 但是接着这边没砸中 但是这边叙事也交 还有大瓶子 这波有点不够 不敢出 逼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边一拍 但是接着直接下去了 这边再来一个大瓶子 再加凤墙 再来一个大瓶子 这边肯定还要留一波 再来一个 又来了一个金币 又补上 直接又打到了一个虚弱的状态 那现在这个奶酪不出一弯 应该也是可以 哇 我不着急 先走 很稳 又补了一个金币 又稳又刚 这个打的就让猫难受了 对 非常难受 而且现在这个基本上 诶 给机会了 给机会了 我这波是扎到了海盗 但是这个奶酪鸭好了 就是说你绑哪儿 我都是一个新火箭 我可以去救 而且你就算你现在的话绑上去 我这边你哪要直接推进去 这边也要赶过去 鼠方的一个等级已经六级七级了 推完这块 是的 就看看这波救援了 还是比较难受 那现在才上上到五级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 直接卖了要 对 这边如果说仨人直接开墙 直接开墙 对 这边靠着侦探 靠着十秒的时间来去救援 如果说你要守的话 那就 我就直接破墙 你要不守的话 去偷队友 这边三十秒二十八 还能救 那猫赶紧下来 你能去守 那没办法 最后十五秒 这边能不能救 还是救了下来 那这波很难受 是的 那现在四个成员都在场 直接一个炸到 又炸到了猫 那现在一个道具 要是连杖的话 那猫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又来一下 又补一下 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又是打到了一个虚弱的状态 破了一个泡泡 而且那边是有个大炮的 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 赶紧修墙 但是修墙的话 现在其实也是很难受 还有机会 但是这边叙事打出来 直接打倒莉莉 但是现在海盗 直接利用自己的火炮 是的 又把炮给直起来了 是的 这边就一直来 再来 但是一个炸弹子还行 我们不是轻易太多 你们直接再来一下 直接救援 再来一下 墙现在马上就要破开了 炸弹 哇 这一波的话 墙只剩下一丝血 直接打开墙 而且猫现在也没有办法拦截了 那也是要恭喜鼠方 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四个炸弹 四个炸弹 那个墙基本上是秒破的 直接就打破了 而且这一局猫真的是打得比较委屈 太难了 太难了 就有点难 真的是鼠方干扰能力是真的非常的强 没有隐身 很刚 没有隐身 抓不住老鼠 然后全程只能靠着牛奶的加速效果 但是光加速度还是很难打 尤其是在鼠方干扰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 如果要是被他们发现了自己的位置 就很困难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号数据 本场最佳是给到了侦探太飞2304 还是要恭喜鼠方 那也是非常不错 这一局这个也能看出来 他们之间的这个配合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的 就是这个道具也好 这个技能也好 这个连的是非常的顺畅的 所以其实对猫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牵制的效果了 其实可以看 但是鼠方这个阵容就是说 我只要不被抓 我就能一直打 而且最好的点就是餐厅这边 无线传送带 762分 哇 762点的利益 还有519点的杰瑞 海盗的话 315也不少 海盗因为他前期都拿硬币 所以说打不出来输出 都是打控制 1500的话 猫至少倒了5次 就很疼 对很疼 就是当时就很难办的一点是 就自己一直都是处在一个 马上要倒地的状态 所以就是不敢出击 那不敢出击的话 其实鼠方的这个环境就很舒服了 就算是在最后关头被绑上火箭 那其实也还是可以直接救援的 所以这一局也是要恭喜Raukes 是拿下了六小分 同时以6比2的这个成绩 是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是要恭喜Raukes 是顺利的拿下了四强的第二个名额 也是要恭喜Raukes 这个队伍也是实力非常强 好 好